我们一起来打告 阿爸父子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可以在你复活的早晨 我们一起来敬拜你 一起透过聆听你的话语 学习你的话语 并且去思考如何应用出你的真理 在我们生命里面来敬拜你 祝你保守带领 让我们所参与的每一个人 我们都能够在你的话语得见光 你的话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 使我们得到通达的道路 也就你保守这些所有的场地设备器材 都能够网络都能运作的顺利 以至于我们不管在现场的 或是透过Zoom网络参与的 我们都有一个好的学习的环境跟品质 求你带领保守祝福 感谢祷告祈求奉到耶稣的名 阿们 我们今天讲到沙默地上的这个第五讲了 前面谢谢四堂师Anthony 带领我们来查了第一章到第十章 那回想一下我们大概前面几章看到什么 我们看到了到了这个世西斯的尾声以利 他的儿子不认识耶和华 以利又纵容他们 所以上帝就拣选了沙默要来代替以利 立了他作王直到第十章的结束 但是我们就不经意再问一下说之前 上帝设立了沙默代替以利 现在百姓要求立扫罗王来代替 可以说是代替沙默了 那么扫罗王他后面会做的怎么样呢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十一到十三章 要给我们一点答案 还没有宣布的答案 但是我让我们不经意 好奇第一个问题就是 那接下来扫罗会怎么样 他会不会做不好又被取代掉了呢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百姓突然去选择去要求立王呢 就往前面回面看一点 我去想一个问题 百姓为什么要求立王 还有上帝为我们答应百姓立王 还有沙默对这个立王的想法是什么 那前面其实第八章到第十章 给我们看到一些答案 但是今天到第十一章到十三章 特别是十二章的时候 会有比较完整的答案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要讨论的四个问题 透过这三章的经文 我们要从四个向度来看 一个是从以色列的向度 百姓人的角度来看 是他们为什么要求立王 他们要求立王的原因 第二是从神的角度来看 就是神为什么答应百姓 来为他们立王 第三个就是从沙默的角度来看 就是他对这个立王 他的反应到底是什么 最后我们第四个就看到扫罗作王 他到底有什么成功的地方 以及失败的地方 那所以根据这四个向度 就这四个问题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学习的重点 学习完以后 你应该可以回答出这四个问题 并且把这四个问题来反省自己的信仰 就这样第一题说 把以色列问神要求立王 那么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 我们会不会对领袖 有类似他们的 犯了一些类似他们的错误跟迷思 那神为什么答应百姓为他们立王 那这个答案最后得到这个答案的时候 会不会对我们生命当中 对信仰当中 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 以至于产生我们对 有一个神有更深的爱跟敬拜 那第三个就是 我们看到沙默对百姓立王的要求 的反应呢 透过这反应来提醒我们 特别是有参与服事的人 我们有没有学到一些 给我们一些提醒 最后是从保罗做王他的成功失败之处 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功课 不管我们是不是做领袖 在教会或在家里面 在公司里面做领袖 我相信我们都可以从扫罗王 他的成功跟失败之处 学到一些功课 那我们今天时间可能有些人 其实有些经文需要念 但我们没有时间念完所有的 所以我待会会请几位弟兄姐妹 可以帮我们念经文会打在同一幕上 就念那一页就可以了 大概都三到五节 首先我们要看很快来看第11章到13章 我的路径比较跟可能其他老师 也不一样 我先看一个大的picture 然后我不一定会去到每一个细节 但是呢 后面我给大家问第一个时间 如果你读了你觉得对一些细节 不明白 可以在问题的时候提出来 但是我在讲的时候不会包含每一个细节 我们看到第11章跟13章其实开始非常像 都是扫罗王带领百姓要去攻击他们的敌人 11章是亚门王拿霞 他带了全部的军队要来攻击激烈的亚比人 亚比人来求救 扫罗王就号召全部的百姓 就击破了亚比人后在提甲被百姓立亡 13章也是类似的保罗率领百姓去攻击这一世人 但是在攻击飞行之前呢 扫罗王因为担心百姓离开他 然后非几世人又有很多的军队 他们在这个比例上面军力上面是很大的悬殊 而沙摩又没有迟迟不肯来 他就自己勉强献祭 照理说应该是沙摩才能来献祭了 然后只有背后还被沙摩责备说 而且宣判说他的王位必不长久 11章到13章差距非常大 虽然都是扫罗他带领百姓去攻击敌人 那这件事情发生 其实在扫罗做王的第二年 他做王两年 扫罗总共做王40年 但是他才做王没多久 就已经被宣判王位必不长久 然后我们就不禁想说 到底这个怎么回事 这个好像总统才刚宣誓 然后就要被罢免下台了 上帝就宣判 那到底扫罗 神不是 到底是扫罗 是不是上帝想要设立的王 让我们不去想这问题 而12章那边就让我们看到更清楚 到底立王这一件事情 是不是上帝的心意 扫罗在12章里面 撒罗总共警告 百姓不要偏离神 以免他们和他们的王一同灭亡 所以这是一个 在家中间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很深的提醒 那我们今天也会花一点多一点的时间 在12章那边仔细的来看 到底撒罗在那段警告讲了些什么 但是我们知道扫罗王 他很快的就被神厌弃了 这件事情 在整个的沙漠记上里面 又是怎么样的来诠释 我们可以再拉大一点范围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 第一章到第七章 上帝因为以利的儿子不认识耶和华 然后以利又纵容他们 所以上帝就整个第一章到第七章 就是上帝要设立沙漠 来取代以利 第二章的三十五节说 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 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 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 他必永远行在我的收口网者面前 很明显的 神立沙漠取代以利 那我们又看到13章以后 扫罗王其实也不行啊 所以上帝又怎样 在今天我们一定会读到 神就透过沙漠对扫罗说 现在你们王位必不长久 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和他心意的人 立他做百姓的君 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 扫罗不行 所以上帝就是要设立大卫来取代扫罗 这次整个13章到31章都在讲这件事情 那中间呢 刚才我们看到中间是关于百姓要求立王 神要求立沙漠来取代以利 神立大卫取扫罗 那百姓要求立王来取代谁呢 答案可能会让我们震惊就是 原来百姓要求沙漠为他们立王是要取代神 因为在这8章第7节神对沙漠说 百姓向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一从 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 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我们看到整个沙漠记上讲三件事情 神立沙漠取代以利 可是百姓却要求神所设立的沙漠 为他们立一个王来取代神 只有上帝有个更好的一个idea就是 他选立了大卫来取代那个不称职的少罗 那我们就来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 以色列为了要求立王 对于教会领袖我们是否类似的迷思 以色列要求立王在第8章 其实我们已经读过了 其实是一样的 他说你的年纪老迈了 你儿子不行 你到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 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 然后到最后19、20节 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立一个王治理我们 像我们像列国一样 有王治理我们 同帅我们为我们征战 以色列要求立王是非常自我中心的第一个 两次出现为我们征战 第二个以色列要求立王其实是对神一种背叛 因为他们要求像列国一样 请问当初当时他们周围的列国是什么样的国家 除了军事很强以外 他们都是败偶像的 道德败坏的 却他们却要像他们一样 所以这两件事情是非常 我们后面看到 以至于惹动上帝其实是发弄的 但上帝没有让当初在灵百姓出来即将灭了他们 我们看到上帝有一个不一样的反应 跟当初好像在出来不太一样的反应 但是这个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 有时候我们要求我们把一个 我们自己对领袖的期待 投射在某一个人身上 我们希望他照他这样子来带领我们 好像以色列人看到其他人都有这样的领袖 为什么我们没有 我们要像其他国家一样 为我们来立一个这样的王来指令我们 教会的领袖不只是为我们设立的 也是为了上帝自己 为了完成上帝的心意来设立的 然后带领我们不要像列国一样 要按照神的话语走在神的心意里面 这是上帝要在教会中设立领袖的领袖 那个目标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聘牧的时候 不能凭自己说我想聘什么牧 我们要祷告上帝 求你来为我们带领 我这次去当我放假的时候 我去拜访亚特兰大地区 我就去了一个当地的教会 他们就碰到 刚好他们在聘牧 我们就跟其中一对的夫妇 分享一下我们怎么在来这个教会聘牧的过程 虽然很长 interview大概有7个月的时间 等Visa有10个月的时间 17个月从开始接触到 只有我来这边17个月的时间 可是我觉得在过程当中 有神很清楚的带领 不然是在我跟学人的心里面 还有在教会里面 那我就觉得这个才是一个 虽然时间很长 但是我们很受益 我就跟大家分享这个经验 帮忙我们也都能够从当中 透过以色列要求立王 这一个反面的例子 但是我们也有正面的例子 然后学习对于教会里 我们有正确的态度跟想法 大家这边稍微停一下 有没有任何到现在有任何的问题 可能会听不清楚说 我重复他的问题给Room上面 那这先人问题就是说 是不是就变成说我们在拼护的时候 不能跟神说我们要什么样的牧师 而是让神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牧师 这个答案可以说是不完全 我们可以跟神寻求 但是呢 最后让神来决定 所以我觉得比较中肯的 全面一点来讲 不是我们不可以跟神提 但是最后我们让神来决定 让神来回应我们 而不是我们就坚持要求说 好 我们既然打告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就没有得谈了 是让上帝来应告 其实我觉得更要祷告的是 应该是问说 上帝啊 你要我们成为什么样的教会 那根据神要带领我们成为什么样的教会 我们就知道去找什么样的牧师 其实答案就很清楚 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在过去的一些新闻报道里边 有些牧师曾经还杀人啊 犯淫乱啊 什么什么这些 难道他们也是神设立的吗 我不知道你是细节怎么样 就是如果是在他还没有信主之前所做的 不是 他们是现职的牧师 就包括那个就是天主教的那个 就是那个鸾同案这些啊 这些都是这个就是说是祭司啊 这些上层的这些宗教领袖们做的事情 难道他们也是神设立的吗 这问题非常复杂 我可能一下没有办法 因为不了解整个姿势哪个情况 但整体的我可以先给一个整体的简单的答案 第一个就是 如果他犯罪而不肯悔改 他继续在罪中的话 教会应该用教会的纪律去惩治他 目的是让这罪不要继续扩大 第二个也是给他悔改的机会 如果他真的不肯悔改的话 那必须按照圣经书把他赶出教会 从个位置上下来来赶出教会 那这个教会 美国教会这几年来 其实有一些大教会的牧师 他们后来不知道是不是教会赶出 他们后来离职也是因为他们可能犯罪 或是有一些不称职的事情发生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 的确就算我们不面对 我们从圣经看到 他就一直看到上帝会伸手 上帝最后一定会去处理 上帝这是神的家神的教会 上帝不会容许这样 我们看到以利就是很明显 他只有他跟他的儿子一日都死了 非常惨 然后他后来的后裔不能再做祭司 那我们必须从中中学到教训 上帝一定是公义的 上帝一定会去动手 所以神会来处理 我们也要配合神的心意去执行上帝的公义 特别在教会里面 好我想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外 我们先站在这边 第二个我们要看上帝 我们这样一样 这个百姓他是为了厌弃神 是因为不要神做他们的王 而要求撒某为他们立王 对于这样厌弃神的百姓 为什么神他却答应百姓为他们立王 这是我们第二个要来看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也会好好的去刺激我们 去思考我们对上帝的认识 我们这个问题要比较长的来看 这我们也需要人帮我们念经文 特别是撒某在第十二章 他在吉甲 已经是扫罗打大胜仗 然后在那边立扫罗王 他们也向耶和华献那个烦祭平安祭 然后很多人在很快乐的时候 这时候这个撒某讲了一段话 非常语重心肠的话 那这一周先请Ruby帮我们念 十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一节 就是在荧幕上面的这段经文 请 从前雅各到了埃及 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 领你们列祖出埃及 使他们在这地方居住 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 他就把他们赋予下所 将军西西拉的手里 和菲利斯人并摸亚人王的手里 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 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 我们离弃耶和华 事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是有罪了 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 我们必事奉你 耶和华就差遣 耶路巴利比诞 耶佛他、撒摩尔 救你们脱离 事为仇敌的手 你们才安然居住 好 谢谢 这段时间我们看到 原来以色列人不是只是在这个时候 厌弃神 不要神做他们王 从初埃及一直到整个事实时期到现在 他们其实都是如此 撒摩就从整个初埃及讲 你看第八节跟前面的第八节 跟最后十、十一节 都出现类似的说法 他们呼求神就差遣 然后他们就赢过仇敌 他们就安然居住 一样的 可是中间就看到他们屡次旺季 也有他们的神 这个在诗诗经里面看到 不断的重复 不断的重复 对不对 神就把他们 神这边只用一个例子 交在下所希拉的手里 但是还有菲利斯人跟摩亚王手里 但是就讲到他们不断的在这里面重复 不断的呼求神 但是最后当得到平安安然居住的时候 又忘记神 又厌弃神 不要让他传说他们的王 所以整个事实期讲了 以色列任意而行 没有王 因为他们厌弃神 那么这样子的话 如果按照之前我们读到初埃及 上帝应该就是怒了 把他们全部灭了 好像可是好像没有 上帝在这个家地 没有这样子对他们做 但是我们接下去来看 上帝怎么做呢 这一段经文 请这个利利亚帮我们念 第十二节到第一十五节 好的 你们见雅门人的王拿下来攻击你们 就对我说 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 其实耶和华 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 现在他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 看啊 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 你们若敬畏耶和华 侍奉他 听从他的话 不违背他的命令 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 也都顺从耶和华 你们的神就好了 苍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违背他的命令 耶和华的手 必攻击你们 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 好 谢谢利利亚 所以他们在这之前整个事实 不断的背弃神 现在又看见雅门人的王拿下来攻击你们 就是看到别国有王 所以我们也要有王来保护我们自己 甚至我们可以去攻击别人 但是呢 你们忘记了 其实耶和华 你们的神就是你们的王 你们一直拒绝让他做你们的王 现在按照你们所求所选 这个少了王在这里了 但是最重要是上帝这样做是要他们敬畏耶和华 侍奉神听从他的话 不违背他的命令 这样你们和你们的王都顺从耶和华 你的神就好了 其实这段节目让我们看到 有没有王 色力少王不重要 重要是什么 有没有敬畏神 有没有侍奉他 有没有听从他的话 你们和你的王都要顺从耶和华 那到底谁是王 当然还是最后是上帝是王 如果不听从耶和华的话 违背他的命令 耶和华的手臂 攻击你们 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 因为你们列祖都 厌弃神做王 都去寻求 向着列邦的偶像 拜帝邦的偶像 来背逆神 就是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就让我们说 上帝设立这个王目的 其实还是希望他们能够 回来到这个正路上面 去敬畏他 侍奉他 那但是呢 这边就有个提醒了 我们看下一段 好 那我来念 十七节到十九节 这不是戈麦子的时候吗 我求告耶和华 他必打雷降雨 使你们知道 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 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 于是撒摩求告耶和华 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 宋明便甚惧怕 耶和华和撒摩 宋明对撒摩说 求你为仆人们祷告耶和华你的神 免得我们死亡 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 正是罪上加罪了 两次想到犯大罪 还有罪上加罪 所以我们知道立王这件事情 其实不是神的心意 上帝当初没有要为他们立王 但是上帝容许他们 第一个是 为了想要透过这个王来引导他们 能够敬畏神 能够圣服神 而不去下反 作为这些拜偶像的国家 但这件事情的确对神来说 是一个背叛的罪 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 那个时候收割麦子之后 后面就接下来是以色列的干击 所以大概四月五月左右的时间 四月左右的时间 后面是干击 照理说不会降雨的 但是那一天他祷告 上帝就打雷降雨 那这当然也是对他们的一个讽刺 因为当时迦南的神巴黎 他们认为就是管那个雷 风雨雷的神 上帝就说你们看那些迦南的神 你们想要他们的神跟他们的王 真正的王真正的神是谁 是耶和华 因为他才可以控制个打雷降 在干击的时候还可以这样 所以他们就很害怕 发现说自己真的得罪神 自己是罪上加却了 那么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呢 沙默对百姓说不要惧怕 你们虽然行了这恶 却不要偏离耶和华 只要尽心侍奉他 若偏离耶和华去喜悦 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 耶和华去喜悦你们做他的子民 就被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 所以到这边 虽然百姓害怕觉得打雷 上帝真的是生气了 但是说你们不要害怕 上帝容许门助王就代表他没有要灭你们 他其实是希望你们能够继续的去胜从他 去尽心尽力的侍奉他 但是你们若去偏离神去顺服 那不能救人的虚神 就指列邦所侍奉的那些偶像 是无益的 关键点就在第1节12章的22节 耶和华记喜悦你选你们做他的子民 就被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了 所以对于一个屡屡的去背叛神 背逆神的百姓 他们要求立王来取代神的时候 神为什么还容许他们 还答应他们的第二个原因 也是我觉得是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上帝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 尽管百姓厌弃他做王 上帝喜悦他们 拣选他们做他自己的子民 不因为这些子民是悖逆的 是厌弃他的而放弃他们 他是因自己的大名 不是因为百姓而不撇弃他们 我觉得这整段这个经文里面 最触动我的就是 也是我定为这一次的主题 神为他所喜悦的百姓立王 即便这个立王不是上帝的心意 即便这个立王得罪神 即便这个立王对神来说 是一个背叛的行为 上帝好像就像和西阿树里面那一位 闲之一样 收回那个悖逆的百姓 那个背叛他的妻子 再一次娶他为妻 神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 即便他们是屡屡 背叛神的 神是因为自己的大名 不撇弃他们 人虽然是性 神人是可信的 因为他不背乎他的自己 神的名就是代表他的自己 他的正直 他的公义 他的信实 他的慈爱 我不知道这一点 对你有没有一个冲击 对我来说 在准备这段经验是一个很大的触动 神为什么答应百姓为他们立王 百姓厌弃神说 不叫神做他们王 神的回答是 我喜悦选你做我的子 我不撇弃 胖子也成为我们每一个人 做基督徒跟随神的人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知道神没有厌弃我们 没有撇弃我们 有时我们厌弃神 有时我们背逆神 让我们能够被神的爱 再次的激励 能够悔改 能够回转 而回到那一位喜悦给我们 因他大名不撇弃我们的那位神面前 我们前面看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百姓为我们要求立王 是因为他们想要像列国一样 有一位王来治理他们 他们厌弃神做他们的王 神为什么答应立王 是因为神喜悦拣选他们做自己的百姓 而且透过这个立王 希望把他再次从错的路上引回来 能够来尽心的侍奉神来听他的话 上帝因自己的名不撇弃他们 那我们要看到 接下来看另外两个项目就是 在这件事情当中 撒末跟扫罗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撒末 撒末对这立王的反应是什么呢 在第八章其实我们就已经看到说 撒末不喜欢这件事情 因为他觉得他其实受伤 他觉得你们觉得这样 要么就是觉得我做的不够好 那还有我的儿子也不够好 所以就是不喜悦他们讲这立王的要求 他有点受伤 那上帝就安慰他说 他们不是厌弃 你是厌弃我 不要我做他们的王 那到第十二章 我们看到撒末在刚讲 在即讲那个告白 跟百姓刚以色列打圣仗 扫罗王位确立的时候 他讲这段话的开头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撒末对以色列众人说 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 为你们立了一位王 现在有这王在你们面前行 我已经年老法白 我的儿子都在你们这里 我从幼年直到今日都在你们前面行 现在你们要在耶和华他的社交者面前 给我做见证 我夺过谁的牛 抢过谁的铝欺负过谁 虐待过谁 从谁手里受过贿赂因而眼瞎呢 若有我必偿还 我看到这边撒末就是 他似乎好像在他的临别告别的演说 就是他退休了 他希望是隆退了 就说过去这段时间呢 我有做什么不对的 你向你提出来 我一定做出补偿 如果没有请我做见证 我在这段所带领你们的时间呢 在你们前面行 都是指做一个领袖的意思 一个领袖是要在百姓前面行 那他所行的可以成为一个典范跟榜样 不管是在信仰上面 还是在家庭上面 各方面要成为一个榜样 意思是这样 那现在你们不要我做网 现在有这位网在你们面前行 那他做的怎么样 那是他跟你们跟上帝的事 但我呢 现在在请你们帮我做见证 我过去在你们面前怎么行 有没有欺负过谁 有没有滥用我的职权过 心里过我们做见 所以沙姆还在对于之前 他心里面的一个各大套处理下 他把他讲出来 他把他心里面的不高兴讲出来说 到底你们是不是嫌弃文 讲清楚啊 如果不是的话 那我今天就这边招待完了 那接下来就让这位网来带领你们 下一段看 等到他就开始 后来就开始讲了 一大段是关于 以色列他们 历王这件事情是得罪神 这么刚刚念段这段新闻 但最后他又回来了 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 至于我 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 以致得罪耶和华 我必已散到正路指教你们 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 层层实实的尽心 侍奉他 想念他向你们所行的事何等大 你们仍然作恶 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 好 谢谢 所以我们看到很清楚 刚才 以色列把那新的歌他处理掉了 你们说他们都做见证 你们没有做过怎么对不起我们跟对不起神的事情 做见证以后 然后就提醒他们 你们和你们的王 都要去顺同耶和华 要不然就会一同灭亡 那至于我呢 现在就回到他自己说 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 以致得罪耶和华 我必已散到正路指教你们 这中文的翻译让我们有 有点可能会会误会意思 他意思是说 我会一直为你们祷告 如果我停止为你们祷告 就是得罪神 这以致得罪耶和华 是指 如果我停止为你们祷告 那我就得罪神了 然后我要以善道来指教你们 告诉你们要继续走的那条路 他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你们和你们的王都要敬畏神 并且来听从他 不要效仿那些列国去拜偶像 那我觉得这里也是一个 我觉得撒末他要调少他的心情 其实他前面很受伤 他不喜悦百姓地方 觉得自己跟自己儿子被嫌弃了 那现在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 就现在我要退下这个位置 我不再做领导的位置 但我不会停止为你们的祷告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给我很深的提醒 即便我不在这位置上面 不再做这个领导的位置 我还会继续的把神的百姓 放在我的心里面 为他们祷告 能够把这善道 他们继续走在这个 我曾经告诉他们这条善道上面 我觉得这个是 起码给我很深的提醒 他说只要你们敬畏耶和华 成真实实的事奉上 想念他向你们所信的事何等大 如果作恶呢 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 有王没有王 其实不是最大的差别 最大的差别是你们有没有敬畏神 有没有去侍奉他 有没有去想念他 有没有走在这善道里面 我看到撒摩他在临别之前 在下岗之前呢 再一次的去提醒他们 而且说我会一直为你们祷告 盼望你们能可以走在这三道里面 所以我们的思考问题就是 撒摩对百姓立王的要求有何反应 一开始是不高兴受伤了 但是我们看到他是 他去处理这个伤害 有一个跟百姓有个好的沟通 去给他们有个表达机会 如果真的我做不好 先告诉他 我会做出补偿的 第二是虽然我过去受伤 但我还是很爱你们 我下的岗位我要为你们打道 希望你们继续走在这三道里面 这对我们有 特别是在侍奉岗位上的 有没有什么提醒 也包括我们在社会上面的工作里面 我当我们离开某个职位之前 我们能不能够像撒摩一样这样说 我从来没有在神在人面前 没有做任何亏欠的事情 如果有告诉我 我必偿还 我必补偿 我必补偿 然后再离开这个位置 我觉得这是给我们一些提醒 好 刚才我再把从中部下宣认问题 给这个众上面的人 其他人听 他问题是说 扫罗百姓立王上帝答应了 然后扫罗也是上帝选 没有制切嘛 这不是人为可以控制的 那扣了 可是后来事实证明扫罗不是一个好王 那到底是谁错呢 应该不只是扫罗错了 好像上帝也错了 怎么选了一个不称职呢 其实之前我们在第八章之后 上帝透过撒摩已经提醒百姓了 在第八章的第十一节 一直到第十八节 就告诉他们说 你那个王会这样治理你们 然后他会夺取你们最好的 然后他还告诉你们 到之后 第八章的十八节说 到时你们 必因你们自己所拣选的王而 哀求那时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 其实上帝已经把选王的后果告上了 就是那个人 可能会在职位上面败坏而不称职了 甚至本来应该是要成为你们的祝福 是要引导你们的 却变成他为了自己的私利 去满足他自己 把所有的东西 你们的东西都夺去了 以至于人到时候会哀求耶和华 那时候你们就自作自受 上帝其实把这后果告诉他们说 你们把权力集中在那一个领袖身上 是很危险的 因为他可能偏离神 他一个人偏离 不但是造成你们的损失 也可能把整个百姓带到一个偏离的道路上 这是我们后面看到整个沙漠记 历代志那边看到就是一个坏王 会把整个国家带到一个很糟很糟 甚至万劫不复的境地里面 所以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 因为是他们要求要求立王 上帝也透过这件事情 让他们去自己去体验到说 我一直跟你说这个很危险 不要碰 但是你们一定要的话好吧 那你们试试看 就像有时候父母告诉你那个锅上 灶头上的锅不要去碰 他不听对不对 拿他的手碰一下 让你知道好烫 所以他们也自己知道说 这个不是个主意 不过以色列花了也快四百年才去到这个功课 我们最后来看扫龙 我们刚刚看到百姓 为什么从百姓来看 百姓我们要求立王 他们宴祭神 那神为什么答应百姓 因为神喜悦选择他们做他子民 神守约施慈爱 第三我们看到撒摩 他处理自己心里的那一个不舒服 那个疙瘩 在离开那个岗位之后 有一个完美的结束 而且他说我会不停止的为你们祷告 好然后希望你们继续走在这个善道上面来 敬拜师奉神 所以我们来看到那个扫龙 这个被利害扫龙王众所期待的 也打了在十一章打了肾脏的 大家都非常开心的 他做的怎么样呢 我们在这边虽然不是整个做亡的过程 但第十一章跟第十三章 我们刚刚说只有他做亡的前两年发生的事情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一些成功跟失败了 事实上十一章都是几乎他的成功 十三章几乎都是他的失败 而且不止在十三章 后面十四章十五章十六章 我们会不断看到 首先第十一章我们看到的是 就是我刚才讲 拿霞王 雅门人拿霞王 带领全军来攻打激烈的雅比人 说你们要出来归降我 然后呢 我要把你的右眼挖掉 挖掉右眼他就不能作战了 因为当时是用左手拿盾牌 右眼去瞄准了敌人的嘛 所以右眼被挖掉 就等于自备武功 那就不能打仗了 他们就是永远做奴隶了 他们就去说 给我们十天的时间 我们去求告 有没有人救我们 扫罗王就听到这件事情以后 从田间赶牛回来 所以看他那时候 还是没有运用他的执行 说你们去帮我做事情 我不用做事情了 你们去耕田 你们去赶牛 他自己还在 平常的时候还是做这个浓忙的生活 大家听到这话的时候 这边有句话很有意思是 被神的灵大大感动 盛世发怒 就把一对牛切成筷子 托付使者传授以色列的全境 说防不出来跟随扫罗和沙摩尔的 必这样切开他的牛 然后于是耶华是百姓惧怕 他们都出来如同一人 你们有觉得这段你要说的很熟悉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 这个沙摩尔以利是世世的末期 那后来进入 扫罗欧这开始是这个王国的初期 他等于扫罗王是在世世时期 跟王国时期当中的交际 那这句话很像我们在哪里读到的 什么时候我们看到 神 诗诗记常常是这样 选了一个诗诗 神灵就降到他身上 然后他就很有力量 很有勇气的去打带敌人 我们记得这个循环一直看到 这边就很像 少了就像是一个诗诗一样 被神灵感动 而且一对牛车切成筷子 也让我们讲到诗诗记 也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就是吉比亚那个事件里面 也是这样去宣造所有的人 不出来不是把他也切成筷子 是你的牛切成这样子 没有切人 切牛 我们看到这段事 找了很成功的地方 就是他是一个 可以让神灵去感动他的一个器皿 他还是一个正直的人 后来我们看他就不是了 神灵离开他 然后恶魔来教导他 那个时候就不一样 这是他成功的地方 后面我们看到他数点他们 还蛮多人的 总共33万人 以色列人 北方的支派有30万 南方的犹大呢 只有3万 显然扫罗 因为他是病亚民的缘故 他对北方比较有影响力 那他们就回复 他们说我们会去救你 然后他们甚至呢 就是让麻痹一下这个敌人 说我们出来归顺你们 你们可以怎样带我 挖掉我们右眼没关系 其实他们就有救病亚来 然后扫罗非常有智慧是将百姓 这33万人分成三队 在一早的时候呢 就是他们要准备去接收 激烈亚别人的时候呢 去急杀他们 急着杀到晋武 然后所有人四散 没有两个人同在一处的 意思就是他们大获卷胜 他们其他人就夹了尾包跑走了 所以我们看到保罗的确 也是个军事上面的一个领袖 他懂得怎么样去掌握说 我到底有多少人 然后我要怎么分配 我怎么打 然后他们也的确打赢了 但是打赢了之后呢 重点是还在之后 打完以后就有人说 当初在第十章 如果我还记得 安特尼道上说 他的结尾是什么 扫罗王好像不是一个很 promising的王 因为有些人不服他 还继续说这样的人 怎能带领我们呢 现在证明他怎能带领我们 还赢了 所以百姓对沙摩说 当初那些说 扫罗只能管理我们的是谁呢 把他交出来 我们杀死他 如果你是扫罗 你那时候是怎么样 就算不表面说好 心里面也说好 一方面出了一口气 一方面是知道把那些这样 心里一直不服你的 这个接着机会就除掉 不是很好的机会吗 可以按不作声 但心里面一定是大大的小 那扫罗反映了说 今日耶和华在以色列施行拯救 所以不可杀人 第一件事情是 他先说今天的得胜 我们看到到底是谁杀的 扫罗安排三队军兵杀的嘛 但是扫罗说谁杀的 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 他把荣耀全部归给神 他说不是我 所以不要因为我去杀这些人 但也别可杀人 因为今天是这样 耶和华日子 耶和华得胜日子 然后沙摩尔就对白鱼说 我们往吉亚区在那里立国 意思就是在那边再次的高扫罗为王 不是真的高 就是已经高过一次 是确立他的 好 这个因为第一次总统救治 好像不是很成功 下面有人在举台抗议 然后这一次呢 大家都归顺他 都看到扫罗真的是一个 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领袖 不只是在军事上面有这个将材 他是他对上帝 第一个神的灵给感动他 他是一个好的器人 第二是他是一个敬畏神 会把荣耀归给神 他不自己占那些credit 说是我是我 是以神在以色列中施行拯救 不是我 那他们就在那边献皮严寂 他们大大的欢喜 所以第十一章其实充满 扫罗怎么看都是好了 一开始第一年的时候 可是呢很快十三章 第二年 第二年怎样 他在以色列中选了三千人 两千随他在密抹跟伯特利 一千随着约拿大 约拿大是他的儿子 在汴亚米的基比亚 其余的人扫罗打发出去了 因为那时候非利次人要犯禁 很强烈的对比 前面33万人 这次呢是有三千人 然后呢 两千归扫罗 一千归约拿大 也合理嘛 因为他是主帅 对不对 那一千归他儿子 这两个地方是有一段的距离的 北边的是 宾亚米是 约拿大来带在宾亚米 他自己带两千人 再来说你是祖君 你想谁应该先去 谁在做主要的攻击的这个军队呢 应该是军队比较多的那个嘛 可是第三节我们看到是什么 谁有勇气先去攻击敌人 约拿大丹他只有多少人 一千人 他主动的去攻击加巴菲利斯人的方 扫罗跟百姓都不敢动 我们这边看到其实就是 甚至连他的儿子约拿大丹都比扫罗还适合做王 在这十三大很快就看到 我们不知道发现什么事情 但是结果是如此 然后接下来要去看 扫罗不只是害怕不敢出去打 还有呢 以色列人见自己危急窘迫 藏在山洞从离石穴密穴和坑中 有些西伯南过了约旦河 逃到迦德和激烈地 扫罗还是在吉甲 百姓战战兢兢的跟随他 扫罗照着沙摩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 沙摩还没有来到吉甲 百姓也离开扫罗上去了 扫罗说把番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 扫罗就献上番祭 这就是扫罗失败的一个关键点 这第一个 的确当时他们在军力上面非常学术 只有三千人 他手下只有两千人 然后呢他不敢出去打 然后百姓还逃过约旦河 逃到这个约旦河东 加德跟激烈地 为什么要逃到约旦河东 因为河水为天险 是一个天然的宝藏 他们觉得这样比较安全 那扫罗呢 虽然在吉甲 但是你看到他跟百姓 其实都还战战兢兢的 不知道怎么办 那等了七天 沙摩没有来 百姓也离开了 有些人离开 不是所有了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 多少人离开 扫罗说把番祭和平安祭 到这里来 就献上番祭 在这边扫罗很明显 是为什么这样做呢 是因为他看见 百姓离开我 沙摩又没有来 上帝到底有没有与我同参 不知道 然后呢他就想说 那要献祭东西 没有沙摩献祭好 我就自己献祭了 他这是不应该的 他不是祭祀 他不应该献祭了 所以下一节 刚实验完祭 沙摩又到了 我都不知道 这是安排好沙摩要实验他 为什么这么巧呢 但是呢就是这样 现完祭沙摩就到了 就扫了出去 要问他好 我觉得扫罗真的是说 是不是 什么做完好像脸皮比较厚了 刚做了一件 明明是不对的事情 他好像装作没事的去 迎接他 然后问沙摩好 沙摩马上不留情面的辞 他说你做了什么事呢 扫罗说 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上去 你也不照所定日期来到 而非利时人聚集在密抹 有没有看到都是百姓他们离开我 你不照所定日期来 外面敌人又来 都是在讲别人的问题 有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 所以呢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 非利时人下到极甲攻击我 我就勉强献上反击 其实非利时人那时候距离他的极甲 大概还有30公里的距离 没有那么近的 一天是没有办法直接攻道了 但他就一刻也等不及了 就在沙摩来到的前一刻 他就自己勉强献上了反击 沙摩对扫罗这样做他的回应是 你做了糊涂事了 没有遵守耶和华 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 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 尖令你的王位直到永远 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 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和他心意的人 立他做百姓的军 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尊负你的 沙摩就起来从提亚上到 变亚米的基比亚 扫罗数点跟随他的 约有六百人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 扫罗做的最大的糊涂事 其实是因为他没有遵守耶和华 换句话说他没有相信神 他看到百姓走了 敌人来了 沙摩又不出现 然后呢 他就那我就自己来了 看起来好像是敬畏神说 我怕我没有献祭上帝就不约同在 其实他没有全能相信说 上帝既然叫你照这样做 等沙摩来献祭上帝已经安排好了 可是敌人我们跟他讲还有三十公里远吗 他不会马上打来 为什么那么怕呢 你手下两千人 你儿子手下这一千人 你儿子都出去奉勇去打敌人了 你是干嘛那么怕呢 你没有遵守耶和华 宣负你的命 显示你对上帝没有信心 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和他新的 立他做百姓的军 你的皇位不长久 所以最后两千人剩多少人 六百人一半都不到 我们就看到 我们今天在新章的时候挺像的 还没有完这个十三章 但是后面的部分 跟十四章是比较有关系的 我们后面会再读到 但是今天就看到扫罗王的成功 跟失败的地方 成功就是他之前是一个 可以被神使用的庆明生灵 给大家感动他 那他就很勇敢的去 而且还有军事的领导的去 带领圣的得胜 但圣人以后他没有骄傲 把荣耀局部归给耶和华 经历是耶和华事情拯救 都是然后跟百姓一起欢乐的 献上平安心与反击 他的失败就是在于 他自己害怕自己没有信心 然后呢就勉强的献祭 然后都看到环境 都是别人怎样别人怎样 离我而去 沙漠又不遵守约定 啊 敌人会来犯 我只好勉强先计 看到的都是别人的问题 没有看到自己 自己缺乏信心 自己没有依靠上帝 他和他的百姓 就会移动灭亡 从两千人到六百人 扫罗作王的成功 实在就是我们一看到 我们有没有可以从他身上 学到一些功课 他认为耶和华和其他的国家 拜的那些假神一样 一定要献祭 才会在深圳中保守他们 没有想到上帝重视顺服 超过表面的 这些献祭的仪式 我们会不会也陷入同样的错误里面 我们可以从当中去 一个思考 好我们今天 我讲到这边就结束了 跟安德里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很好 就是说他觉得第13章 扫罗勉强献祭 很像当初第4章 百姓人觉得打输了 就把约会拿来说 这样我们就会赢了 很类似 结果还是输了 所以他的意思就是 其实这当中 都可以看到一个更深的问题 为什么扫罗王跟百姓觉得 我们好像没有把握打圣 所以就把神请出来 就要献祭 就要把约会抬出来 他背后已经有一个更深层的一个动机 跟想法 而这个想法 其实是上帝所不喜悦的 有没有注意到是一个什么 他们有一个以为 只要我献祭了 只要我把约会抬出来了 神就一定会保护我们 其实想操控神 到底谁是神 安德尼刚才讲的非常好 就是他在挖深一层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想要操控神呢 因为我们把神当作一个力量 当作一个可以 为我所用的力量 而不是把他当作一个有位格 就是当作一个真真实实一个对象 是他有思想有意志有情感 然后我不可以去操控他 我要跟他沟通的 其实我们在 不要讲神 我们在家人里面 对我们的配偶跟孩子 有时候我们也会不小心 没有意志的想要去做出类似的事情 就觉得我这样是为你好 然后呢 你应该就要听我的 照着我的做 其实这几面背后的一样 是想要去操控对方 你如果把他真正当作一个 有意志有想法有情感的人的时候 你不是这样做的 你会跟他分享你的想法 你觉得怎么样对他好 但是最后呢 鼓励他好好想清楚做决定 然后在旁边去帮助他 能够最后做出好的决定 而不是要去说 你就是要照我这样做 去操控他 那这都是 这不管是在信仰上对神 在我们家庭里面 对我们的家人 还要在我们工作上 跟我们的同事上司下属 其实都是一样的 我们要很谨慎的 我们有一个罪性在里面 罪性就是不自觉的想要去操控一切 这个是刚才Anthony讲的非常好 这往下挖一整就是 我们为什么想要操控四星 我们又把他真的当作一个神来看 这是非常好的分享 我的portpoint会上转到网站 如果你想要在review想要看的 可以回去看 那今天的录影也会放上去 所以今天我们就从 以色列为什么要立王 神对立王的反应 沙摩对立王的反应 最后被立的这个王的扫罗 他的成功跟失败 这四个像度 我们从这十一章到十三章 稍微得到了一些的初步的一些的idea 后面的十四章开始以后 会比较多的 就在扫罗王的失败 以及上帝怎么去开始兴起这个大卫王 来取代他 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 那我们来找他 在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 带领我们今天早上这样的一个主族学 使我们也有很好的讨论 帮助我们更好的明白你的话语 明白你向我们启示真理 使我们能够建立真正的信心 那天父继续来带领我们每一位 不管是福音朋友还是已经是基督徒 求你来帮助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 能够真正活出耶稣基督 能真正遵守你的话语 说我们能够同样的 在我们每一天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 还是在我们侍奉的岗位上面 都能够有真正来自你的力量 来享受你的福分 说我们在你的道路上面 能够荣耀你的圣灵 在圣灵的天父 我们求你来保守我们下面 我们继续的持续的崇拜 保守我们每一天 将祷告奉主的基督名求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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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